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今天我們來回答網友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主要的問題是問說 他想要配一副變色鏡片 然後呢 他去的眼鏡行跟大家推薦了有 Hoya 蔡絲 然後他就想問說 這兩家的變色鏡片有什麼不一樣 除了價格不一樣以外 然後再來他也想問說 到底我應該是要配變色鏡片呢 還是要 配那個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首先我們先從Hoya開始 因為 因為 那個客人 不是那個客人 那個網友他的一個問題上 他的描述是這樣 他說 Hoya 的全視線加綠藍光的維納斯鍍膜 那我想他已經 第一點他已經有一點誤會掉了 他可能把覺得全視線就是變色鏡片 變色鏡片就是全視線 其實 全視線只是變色鏡片中的一種 那 Hoya 在以前呢 他是 他的 他是搭配了都是全視線的變色鏡片 那他後來有推出了自己的變色鏡片 叫精彩變色 所以 現在Hoya有兩個系列的變色鏡片 一個是Hoya的精彩變色 一個是全視線的一個變色 那 為什麼我剛剛說 這個網友他有一點誤解 因為他剛剛提到的是 Hoya全視線加維納斯鍍膜 其實Hoya的全視線只搭配到Hoya的第二等級的鍍膜 就是EX4多層膜 那Hoya的精彩變色才有維納斯 跟維納斯的維納光膜 所以 他看到的應該是Hoya的精彩變色 那 我們先來聊一下 那 全視線跟Hoya的精彩變色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都是變色片 就是一個 一個是Hoya自己開發出來的一個變色技術 那全視線我相信不需要多數介紹了 大家耳熟能詳 只不過兩個比較大的差別在於說 Hoya的一個變色技術 這是在他的一個解釋說 他的變色模層是砍入到鏡片裡面 那比較不會容易受到鏡片刮傷 什麼樣去影響到變色的一個效能 這是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實際上使用 就是比較了 就是 不是一個學理上的比較 就是沒有什麼數據什麼 只是 純粹就是 我們自己在幫客人驗配的 我們看到的Hoya的精彩變色 跟這位網友有興趣的 菜絲的一個幻視變色之間的一個差別的比較 那我們這邊開始來做一個 Hoya Hoya的精彩變色 我們在使用起來的一個心得 就是說 它的顏色真的可以變得很深 然後 而且 就是說它的變色速度其實真的也很快 那 菜絲呢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配過菜絲幻視的朋友 都有一個感覺 它的變色感覺好像顏色沒有那麼深 那其實是因為 菜絲的一個幻視變色它變得灰色有沒有 它是有一點點藍灰 然後跟全視線跟精彩它是變得就是純粹的灰 這個這邊可以理解嗎 就是純粹一個變黑 那它是會有一點點灰中帶藍 一點藍灰色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的顏色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是真的 就是換是它變色起來 你的感覺啦 是會你會感覺顏色好像沒有那麼深 只不過在菜絲本身內部的一個 就是以透光的一個數據去算有沒有 其實它的顏色深淺是不輸給其他片牌子的 只不過就是那種看起來的感覺 大家可以懂我要表達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看那個鏡片的顏色 因為它有點藍灰色 所以感覺起來顏色沒有那麼深 這是第一點 再來我們在使用上 因為Hoya的精彩它變得很深 變成我們在使用上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回到室內的時候 就是說你從戶外 鏡片顏色變得很深 你進到室內的時候 它要變成透明的時間會稍微長了一點 那這一點就是菜絲幻視的一個強項 幻視它最強調的是什麼 它的褪色速度 是全視線D6代的兩倍 就是說它回到室內 它可以很快速的變回透明的感覺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現在跟大家回答這個網友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你可以先衡量我配這個變色鏡片 我比較想要的是哪一個 今天譬如說 我很希望說我在戶外 我在戶外的時間很長 我希望我在戶外的時候 晶片顏色可以變得很深 讓我的眼睛覺得比較不會刺眼 那你可以選擇Hoya精彩 而且它的Hoya的精彩 它是搭載的是Hoya最頂級的維納斯杜姆 其實我覺得CP值蠻高的 而且我們看看 價格上會比Hoya的全視線稍微便宜一點 就是說杜姆用得更好 然後價格又再更便宜 我是覺得個人認為CP值還算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今天譬如說你是從事比較業務工作 或者是你的工作上會常常是需要拜訪客戶 可是你又需要變色鏡片 那你總不希望說你去拜訪客戶的時候 你的鏡片還是黑黑的 譬如你從戶外鏡片是黑的 進到室內 然後在跟客人打招呼的時候 你的鏡片還是黑黑的 當然比較起來不是那麼的 比較感覺不是那麼的好嘛 所以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選擇蔡司換飾 因為它的退色速度真的是快 你從戶外到室內 它就可以比較快速的變成透明 但是記得是比較快而已 不是一二三就變透明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 你再猶豫不決就是Hoya的精彩 跟蔡司的換飾 你可以從這一點去做切入 當然你問我說這兩個鏡片哪一個好 其實這兩個都是世界知名的品牌 這兩個鏡片其實都很不錯 那好不好 我覺得不需要在這邊做評論 對不對 那我只能從這一點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不同 來去做切入 就是說你可以從這一點去做選擇 如果說我變色鏡片 我就是要強調它的顏色要變得很深 讓我不刺眼 你可以選擇Hoya 那如果說我希望它的顏色 在變換比較靈活一點 你可以選擇菜絲 我這一點也給大家做參考一下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那變色鏡片跟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最大的差別在於哪邊 今天我還是回歸那一句話 眼鏡是給人用的 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最重要 今天如果說 你只是純粹要一支 我要遮陽不刺眼的眼鏡 那當然 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一定會 它的你感覺不刺眼的效果 一定會比變色鏡片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直接換上去就是一副 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就是太陽眼鏡 顏色就很深了 這個深淺就照你的需求去做 去製作的嘛 那變色鏡片 它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我的顏色深淺 它就是靠你的所處的環境的紫外線強度 來決定顏色深淺 也就是說 當你出去大太陽 你我想要顏色很深的時候 變色鏡片它可能來不及 或者它沒有辦法變到那麼深 你還是覺得刺眼 但是它只是讓你說 跟透明鏡片比較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刺眼 可是你要跟太陽眼鏡比 如果說你的太陽眼鏡顏色是很深 當然沒有辦法比 可是變色鏡片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到了晚上 它會自己去調節鏡片的顏色 那我就不用去管它 它該按的時候 按該亮的時候亮 對嘛 那太陽眼鏡呢 你就必須手動的 我要換眼鏡換來換去 那再來 如果說 你是開車的需求很重 你開車時間很長 當然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一定會比變色鏡片好嘛 因為為什麼呢 在車上變色鏡片幾乎不會變色啊 對不對 那太陽眼鏡當然就沒有問題啊 所以你可以先衡量自己的需求 再來做決定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什麼都要有 那很簡單 你可以配一個 前掛式的鏡框 搭配變色鏡片 就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跟您的眼鏡行 多做溝通 多了解 然後再參考一下 我剛剛影片所講的 來做決定 那希望這個影片對您有幫助 謝謝各位